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当然就会想要去画 各年的一个进口资料分析 各年的进口资料分析 所以这边我打算画第一张图 各年进口资料分析 好 所以空白地方 空白地方点一下 这边 他这个地方可以画十张 甚至更多的图随便 好 来请空白地方点一下 就是你不要选到他就对了 不要在这个选这个 视觉化分析的图上面 而是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请问一下 各年的进口资 进口分析 他应该是什么 一张直条图 所以请点选这个群组直条图 群组直条图 稍微把它放大一点 群组直条图 然后我这个时候呢 我要选择的是进口 进口 进口 所以请打开进口 有看到 他每一个栏位 他前面都会有一个框空 那个 这个方控制下 这种叫控制 就是有选他或没选他的意思了 所以你就只要打勾这个 进口日期 因为我的坐标 所有大数据分析 他的横轴 如果是在讲连续性 一定放的都是时间 横轴一定都是时间 没有例外 绝对不会有人把那个时间变成中轴 为什么 我们讲的是那个这个连续时间 是用一个线性的观念来去谈 是比较容易被大家理解的 在接下来呢 在接下来就是 我要知道的是什么 进口日期的什么 值 值这个就是进口值 各年的这个值 请挡勾 然后接下来现在问题来了